亚洲生计大会第五度在台湾举办 吸引超过1500名专业人士参与 有三成来自国外 包括日美中澳等多个国家 其中日本占大多数 各界探讨意后生计产业发展 要价专利以及区域合作成为焦点 比如说临床时间不能只有在一个国家做 如果在不同国家做 就会更有效果市场也更大 同时法规的部分大家怎么样参考 如果这个法规这个国家已经通过 是不是在其他国家就不用再那么复杂重新审查 生计产业是一个有点像接力赛跑 这个接力的不同的棒次 不一定都在自己的国家 很多要跑到不同国家去接力再跑回来 所以这个国际合作也非常重要 台湾是非常精彩的 世界上有关联系和合作 cdmo 委托开发际制造服务 也是今年论坛主题 在这个产业里头跟过去电子产业最大的不同 就是电子产业通常只是一个委托制造为主 那这个生计产业尤其像医药等等 它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以规模来讲我想是中国大陆跟印度很大 但是我想技术水准啊品质啊各方面法规的遵循 我想我们是有一些优势 进入后疫情时代还面临国际情势 以及升息通膨等压力 生计产业发展该具备哪些条件 李中希表示仍有赖政府法规政策 以及企业要有稳定资金来源 才能在产业逆风下持续向前行 新唐人亚太电视程会模李晶晶台湾台北报道